HELLO 大家好,我是Lisa 這次我們來到了日本省戶的油馬溫泉 由於我們到的時候已經是午餐時間了 所以我們到達之後就直奔這間土山人去飽餐一頓 這間土山人是油馬溫泉裡一間蕎麥麵專賣店 它的蕎麥很好吃喔 吃完飯之後由於離check-in時間還早 所以我們就到商店街去走走逛逛殺時間 這是我們這次入住的溫泉旅館桃泉浴所房 它的服務相當的好 不知道是不是我們買的方案的關係 我們check-in之後就被帶到了這個大廳去喝茶吃點心稍坐休息 過沒多久,專門負責我們的女士就來帶我們進入房間了 在進入房間前呢,她先帶我們參觀了一下整個旅館 告訴我們各個設施在哪裡,怎麼使用 說冷卻的地方 說到那裡 才是派酒 說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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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要再一次 我不要給它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最后带我们进入房间 并跟我们介绍房间内的所有设施与物品的摆放处 这里是一张下午茶的招待券 我们可以到一楼去享用旅馆提供的下午茶 它的下午茶也不允许 不错吃喔 这间温泉旅馆是一个女士从头服务你到尾 房间内的所有事物以及房客的各种问题 都是由她一个人负责 晚餐很精致很豪华很好吃喔 时间热恋了 一切都要再来 你能给她一样的东西 也不错 这一切都要来给她吃 鸡猪 就要先把鸡猪吃 鸡猪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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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觉得这里很特别的是 连铺床都是由负责我们的女士一个人完成的 这根本就是虐待员工吧 她因为只有一个人 而要铺的床有四张 所以花了点时间 大概20分钟她独自一人完成了这项艰难的任务 我真心觉得她超强的啊 到温泉旅馆当然就是要泡温泉啦 那这间陶泉寓所房的温泉设计很特别 它是半混浴半露天温泉 就如这张图一样 她到屏风前都是男女分开的 混浴要到屏风的这边来才是混浴 所以如果比较害羞的人 可以躲在屏风后面泡就好了 那如果你想要到屏风这边来泡半露天温泉的话 也不用怕会走光 因为水都是咖啡色的 基本上是看不到什么东西啦 只要你不故意站起来 基本上是不会走光的 这里很适合一家人来泡 有时候一家三口 爸爸妈妈加一个小孩 很容易有一方会落单 这边很好的事 大家洗完澡之后 就可以在温泉那边相见了 完全不用怕自己会落单无聊喔 那泡完汤之后出来 就可以看到这个七茶区的茶亭 可以进去喝个麦茶 补充点水分喔 早上的时候呢 可能是因为需要快速收拾房间 让我们吃早餐 没时间让他自己慢慢收 所以早上的时候呢 负责我们的女士 带了两个小帮手来帮忙收床 真的是超级快的啦 大概三分钟左右就完成了 这里的早餐呢也是很好吃 好吃到我们把一整桶的饭都全部吃光光了 这里真的是非常棒 有兴趣的朋友们呢 可以参考我资讯栏里面的信息来订房喔 我是Lisa 我们下次见 拜拜